唐朝侦冠年间 长安城外的华清镇 一向宁静祥和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 打破了这份平静 镇中有名的富商李源外府上出事了 李源外及其夫人赵氏双双遇害 现场血迹斑斑 惨不忍睹 发现尸体的是李源外的贴身仆人王二 王二早上准备去事后李源外洗漱更衣 敲门半天无人应答 无奈之下 推门一看 只见李源外夫妇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早已没有了声息 辖区内的王宪令很快就接到了报案 人命关天 他不敢怠慢 火速带人前来勘察 武座很快来报 根据验尸结果 两名死者皆是被利刃捅刺胸部致死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昨夜子时 捕快已查明 案发现场门窗完好 并无外人闯入的迹象 凶手应该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房间 屋内也没有打斗痕迹 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遇害 这意味着是熟人作案 而屋内财物却为丢失分毫 显然凶手并非为财而来 王宪令初步判断 这或许是一起仇杀案 凶手是与死者有过节的熟人或者朋友 此时一个满脸悲欺的年轻男子 向王宪令哭诉道 家父为人和善 从未与人结怨 不知为何遭此横祸 年轻男子正是李源外之子李一峰 王宪令好言安抚了一番 随后在阵中展开调查 听闻李源外生前与阵熙 做不辟生意的刘掌柜 因所事曾有过争执 马上将他传来问话 王宪令只见刘掌柜尖猴腮 绝非良善之辈 面对王宪令的询问 他神色略显慌张 言辞闪烁 昨晚案发之时 我在亲戚家中留宿 有亲戚家人为证 我与李源外虽有争执 但绝无杀人之心 与此同时 李源外府上的管家赵伯 也引起了王大人的注意 赵伯年过半百 为人忠厚老实 在李府多年 但此次案发 他却知之无无 未能提供任何有用线索 且眼神躲藏中 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王宪令陷入了沉思 案件愈发扑朔迷离 只得派人秘密监视上述人等 就在此时 阵中来了一位云游道士 自称道号名为清风 他听闻此案 主动找到王宪令 称能助其破案 王宪令半信半疑 但见道长先锋道鼓 决定让他一事 清风道人在案发现场 一番查看后 在死者床下 起出了很多指人指马 道人断言凶手并非凡人 乃是被斜碎附身 他还提及 这些指人指马 皆是眼镇之术的痕迹 定是有精通此数之人 在此布局 此言一出 阵中人心惶惶 王宪令深知不可轻信此说 但案件毫无进展 也只能暂且从之 这天失业来报 派去监视刘掌柜的李补头 发现他在深夜 偷偷进入一间废弃的庙宇 李补头暗中跟随 只见李源外的儿子李一峰 在庙宇中和刘掌柜窃窃私语 李补头听不清楚两人对话 也不敢打草惊蛇 赶紧回来报告 王宪令心中起疑 对刘掌柜加强了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 王宪令又发现 刘掌柜与一位来自西蜀的老翁 往来密切 此老翁行踪不定 无人知晓其来历 正当王大人准备 进一步追查老翁之时 案件再次发生转折 李府管家赵博突然暴毙 在他的床下 也发现了大量指人指马 阵中流言四起 皆言是斜碎作祟 王宪令焦头烂额 压力倍增 但始终未放弃追查 这天夜里 王宪令在翻阅暗宗和证据证言时 发现了一封李源外写给自己兄弟的密信 信中提到了对儿子李一风的担忧 还提及自己隐藏了一个大秘密 家丑不可外扬 李一风恐非理想的家族生意继承人 源外打算让自己侄子继承一波 王宪令吃了一惊 猜测是不是李源外的这封信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赶紧发散人手去走访街坊四邻 重点调查李一风 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案发前 有一个酷似清风道人的老翁 曾经在李一风家中出现过 王宪令马上命人调查清风道人的来历 很快就查清了他的底细 清风道人是西蜀人 精通眼镇之术 难道他就是那个和刘掌贵往来密切的那个西蜀老翁 王宪令顿时犹如醍醐灌顶 他终于知道了谁是这起案件的真凶 他立刻命人抓捕李一风和清风道人 两人到案后 很快交代了案件的起因经过 根据李一风的供述 原来他母亲李氏是李源外的小妾 早年间与正熙的刘掌贵通奸生下了他 李源外早就清楚李一风并非自己所生 因为他深知自己并无生育能力 他膝下无子 家丑不可外扬 只得权且把没有血缘关系的李一风 当作亲生儿子看待 但家产是绝对不能够留给李一风的 这是最后的底线 李源外在信中也透露了这一点 李一风从管家赵博口中知道了密信内容 知道自己与这万贯家产无缘 便和刘掌贵密谋此事 刘掌贵提议杀死李源外 也只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 获得李府巨额财产 两人一拍集合 刘掌贵在四川进货时 认识一个江湖骗子 此人行走四方 常常以眼镇之术招摇撞骗 刘掌贵重金买通 他以盗人装束假扮清风盗人 在案发后装神弄鬼 利用眼镇之术的邪碎之说误导案件侦查方向 案发当夜由李一风敲开李源外屋门 手持匕首进屋将李源外夫妇杀害 卫图之后利用眼镇混淆视听 他又在李源外夫妇床下埋下大量指人指马 这一切管家赵伯都动若观火 李一风虽为李府公子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由他抚养长大 他对李一风有着父子般的深厚的感情 虽然他一直苦苦哀求李一风悬崖勒马回头试案 但他的说辞终究还是无法打动狼子野心的李一风 直至最后命丧其手 王献令马上命人前去镇西索拿刘掌柜 一切尘埃落定 三名人犯也被打入死牢 人性的丑恶总是在欲望的漩涡中被无限放大 善恶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时刻扪心自问 守住自己的良心 无愧于心才是最基本的底线